李淳风,睁大你的眼睛,看看他究竟是谁 原来是你,难怪这两年都打探不到你的消息 原来是换了一副妆容裹在玄武宗内 风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爹,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 萧恩,今日你若是将你的弟子和齿雪魂珠留下来 再叫我一声爷爷,我今日便可饶你一死 风儿,你疯了吗?竟然敢对玄武宗的长老这样说话 逆子,你是想让我们李家灭亡吗? 要是得罪了玄武宗,我们李家以后在铜州城可就混不下去了 区区玄武宗而已,你们何须如此怕他们 前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叫做无妨,还请前辈原谅 无妨,年少青狂很正常,基于我并不想共同 希望我们能和平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 哥,父亲,爷爷,你们也太省了吧 他只不过是玄爪出气而已 既然来了我们李府,那今日就让他陨落在此 再将他丢失去魔董穴之中,大火于魔虫 这样玄武宗的人查起来,也不会查到我们李家 真不愧是我教导出来的徒儿 你可算是现身了,魔道士 什么,魔道士? 风儿,你竟然跟魔道士混在一起 而且还认他做师傅 难怪你这几年修为突飞猛进 难道你是修炼了魔道功法吗? 哈哈,你的儿子若是跟着你们修炼 我怕是一辈子都无法突破至玄爪七把 跟着我修炼魔道功法,不出两年的时间便到达了助击圆满 李淳风,你拜魔道士为师,残害无辜 今日我一定要替天行道,消灭你 呵呵,静说大话,我倒要看看你一个玄兆初期的修士能有什么能耐 这是魔道西起大法 他这是要吸光我们府内人所有的灵气修为 必须得阻止他 爹,只不过是吸收掉几个废物的灵气修为而已 来日再招几个下手就好了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 再任由他这样下去,我们离家今日就完蛋了 你快给我让开 吸收完这些人的灵气,我的修为也恢复到了金丹七 这下子我看你怎么跟我斗 师傅,他已经到达金丹七了,这下子怎么办 以我玄兆中期的实力,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三十六级,作为上级,先溜了再说 可恶,师傅,他们跑掉了,这下子怎么办 放心,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 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我们走 我们离家怎么会出了这么个混账东西 我也跟上去看看 山顶洞人,为师要再传输一年的修为给你 快点坐下 师傅,本来我们就已经不是那个魔道士的对手了 你再传输修为给我 那我们岂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为师这么做,自然有为师的道理 时间紧迫,过不了多久 那个魔道士就会追到这里来 快点坐下,让为师传输修为给你 восемь 优优独播剧场 Rad России